而就在G7各國領袖 即將持續日本討論 中國問題的前夕 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親自主持的中亞峰會 今天搶先的在西安登場了 包括了哈薩克 還有烏茲別克等 中亞五國的領袖 全都出席 跟G7峰會的 較勁異味非常的濃厚 一場外交擂台就此展開 而中亞向來被視為 俄羅斯的後院 中國這一次舉辦了 中亞峰會凸顯出 北京當局想要利用 俄羅斯遭到制裁 國力大幅減弱的機會 強化自己在中亞的影響力 最終的目標 是要建立一個 不再由美國主導的 多極化社會 那麼參加中亞峰會的國家 除了剛剛提到的 哈薩克還有烏茲別克 還有吉爾吉斯 塔吉克以及土庫曼 這些國家的對外貿易 都很依賴中俄兩國 其中吉爾吉斯 跟中國的貿易 占整體貿易將近四成 跟俄國的貿易 占比大約是兩成左右 G7的貿易 連一成都不到 烏茲別克的情況也差不多 跟中國貿易的占比最高 不過俄羅斯沒有落後太多 塔吉克的對外貿易 最依賴俄羅斯 跟俄國的貿易占比 接近了25% 中國大約是17% 至於土庫曼 則是嚴重的依賴中國 所有對外貿易當中 有將近七成的交易對象 是中國 唯一一個貿易比較依賴 G7的是哈薩克 哈薩克跟中國 還有俄國貿易戰的比重 都不到兩成 跟G7的貿易戰比 來到26% 而為了團結G7 共同對抗中國的經濟脅迫 美國總統拜登 就算還沒有解決 美國的債線危機 被迫縮短了亞洲行程 但他還是堅持 一定要全程參與G7峰會 搭上空軍一號專機 前往日本廣島參加G7峰會 美國總統拜登 美債拆彈危機還沒解除 G7峰會後 得提早回到華府 但峰會本身不遲到 更不會缺席 搭飛機前還在白宮放話 遲早會和習近平見面 本週五開始一連三天的G7峰會 議題包山包海 包括烏惡議題 核財軍 經濟安全保障和綠能合作 會後將擬定六份成果文件 白宮也不諱言 中國威脅和臺海安全 絕對是峰會焦點 外媒分析隨著中國擴張野心日益強硬 在維護東亞區域穩定上 落在日本身上的重擔 只會越來越大 G7主辦城市廣島市議員梁牧泰醫 表示歐美國家和臺灣相隔甚遠 日本作為臺灣鄰居 又是峰會主席國 沒有理由不在峰會期間替臺灣發聲 除了重申臺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之外 更誓言要讓與會國知道 臺灣有事就是各國有事 京新聞 西子健 黃光維報導